今日新闻我们为您更新以下消息 大家好 今天我们自豪地向大家介绍来自世界各地最新最准确的新闻 从政治经济的重要发展到娱乐和体育的值得关注的信息 我们将一起回顾一些突出事件并及时更新每日资讯 让您始终站在信息的前沿 热情十足 王一博的舞蹈真的很棒 向所有热爱音乐和舞蹈的朋友们问好 在Viyang一博充满艺术气息的表演中 他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舞蹈让整个观众惊叹不已 这是真正的热情和火热 还是只是一个虚假高潮的舞蹈技巧呢 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Viyang一博的节目 找到这个引人入胜 有趣的问题的答案 王一博是用假脚吗 向所有热衷幕后和表演艺术的朋友们问好 今天 我们将为您带来关于Viyang一博一个特别节目的令人惊讶消息 他是否真的用假脚来完成令人印象深刻的舞蹈动作 还是这只是一个谣言 不要错过这个详实真实的介绍 来揭示这个备受争议节目背后的真相 王一博26岁 做自己就好 向所有喜欢Viyang一博的朋友们问好 今天 我们想为您带来一段关于Viyang一博的鼓舞人心故事 这位年轻 出色的娱乐界明星 在26岁的年龄 他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成为许多人的偶像 让我们一起探索Viyang一博事业和生活背后的旅程 了解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热烈王一博是真跳还是假跳 王一博跳舞用替身了吗 自从热烈上映后 王一博跳舞用没用替身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他到底是真跳还是假跳 最近一次录演 王一博因身体原因没有到场 有工作人员透露 王一博近期准备新的舞蹈时感到身体不适 需要休息和调整 粉丝们没见到偶像虽然有些失望 但是他们更多地势心疼 希望王一博能够快点好起来 健康最重要 之前有人说王一博在电影热烈中用替身 主要是动作太快 根本看不清脸 随后 网上出现了王一博现场拍摄的路透动图 那么多高难度动作都是他自己完成的 毕竟王一博在街舞方面有实力 根本不需要替身 大鹏导演在接受采访时 说电影中出现的舞蹈动作都是王一博做的 比如单手肘那段街舞 用替身的部分没有剪进去 通过对比最后还是决定用王一博自己跳的 王一博的替身也在社交平台上说很多高难度动作都是王一博自己完成的 王一博是个非常努力的人 他对舞蹈足够热爱 为了完成呈现一个动作可以一直练习 王一博在热烈中到底有没有用替身 现场的导演以及工作人员是最清楚的 他们的话不可信 还有谁的话可信呢 王一博扮演的陈硕就是一名街舞爱好者 他为了演绎出真实的训练过程 一次次摔倒 谁看了都会心疼 所以不要轻易抹杀别人的努力 王一博可以驾驭多个五种 他在这就是街舞节目中展现了自己在街舞方面的天赋和实力 而且大鹏说热烈这部电影是为王一博量身定做的 王一博尽可能所有动作都亲自上阵 这样才能拍摄出好的效果 他不仅是一名舞者 也是一名演员 最后 王一博确实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舞者 且在多部影视作品中都有不错的表现 关于他是否使用替身跳舞 我没有具体的信息进行确认或否认 然而 无论是否使用替身 都不能否定他的才华和努力 如果他在某一部电影中使用了替身演员 那可能是出于某些特殊原因的考虑 例如演员本人的时间安排 角色的特定要求等等 我们应该以客观的态度看待每位演员的表现 并尊重他们的职业选择 和工作成果 11岁爱上街舞 14岁远赴异国他乡追梦 17岁以韩国YJ公司练习生毕业成绩 唯一全A的中国人身份 加入男子组合Unique出道 19岁 也就是16年加入老牌综艺天天向上 成为老妖 一待就是6年 从疾疾无名到名满天下 19年大红 然后长红到现在 不到8个月 上了三部电影 杏花书影清风 我们都知道 任何时候 金字塔的顶端只能站住寥寥的人 肯定是人品实力性格俱佳 才能让人记得住 记得牢 也就是俗话说的小红靠捧 大红靠命 长红看人品 而对你王一博 真个是始于颜值 献于才华 忠于人品 始于颜值 内于这么多男女艺人 帅哥美女的聚集地 最不缺颜值的地方 为什么你王一博能脱颖而出 就在于你的颜独特而迷人 辨识度极高 但颜系的长相 却有一双极其凌厉 专注的眼睛 看眼 是温润的玉 看眼 却又是晶莹的雪 清冷的月 所以 王一博不能笑 眉间双雪翼 一笑惹春风 这种极致的反差 真的让你魅力十足 别人是别人 而你是你 没有别人了 杏花书影清风 献于才华 还有比你更多才多艺 更有天赋 更敬业 更努力 更拼命 更热爱世界 更做到世界已痛闻我 可我抱之以歌的人了吗 也许有 可不是你 认准你就好 跳街舞 跳到泪出心肌炎 也不放弃 真的是把热爱做到极致 跳到成为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 跳到参加三季的街舞综艺 成为中国最火爆最成功最挣钱的综艺节目之一 别人提到 就是王一博的那个街舞活动 跳到今年上映的有关于街舞 县里亚运会的电影热烈是为你量身定作 电影结束后 全国的街舞人冲到影院舞台前面 跳舞成为电影彩蛋 谁能想到你能一己之力推动了一项运动 玩滑板 为了一个动作可以不间断练习200余次 水平飞速猛进 成为中国滑板运动推广大使 做idol 就做到被中央国际电视台 向全世界骄傲地称你为Chinese top idol 读一份的殊荣 做演员 大红之后上的剧 每一部都登上平台财报 被夸了又夸 一年上三部电影 第一部无名刷新中国文艺片票房记录 第二部长空之王助力你成为目前9095生一番票房记录 第三部热烈正在热映 呈上了亚运会的东风 这个夏天也如此热烈 这些 也助推你成为了90后唯一一个剧和电影都拿奖的演员 是第一 也是唯一 哪有什么一夜爆红 只有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 哪有什么年少成名 只有年复一年的后继勃发 哪有什么万人仰望 只有无止无休的诋毁造谣 侮辱谩骂 有人说遇待王冠 必成其重 可是王一博承受的恶意与嘲讽 真的是常人所不能忍 从大红之后紧接着的大黑 从新疆棉事件 到河南水灾 从车被装定位器 到被报夹警 如此等等 王一博一路走来真的是披荆斩棘 披波斩浪 而帮助他走到今天的 除了卓越的实力之外 更是犹豫绝佳的人品 是的 终于人品 街舞第三季给每位队长颁奖 给王一博的评语就是最拥老灵魂 如此贴切 年轻的王一博 现在过的是26岁的生日 可是他的清醒通透 他的谦逊低调 他的干净炽热 他的纯粹坦荡 真的是令人叹服 他的纯粹 不是孩童般的天真稚嫩 而是知是古而不是古 利元华而迷天真 了解了世界的真相之后 依然至爱这个世界 这真的让他在这个浮躁浅薄的世界独树一致 大势大飞面前立场坚定 饱含热爱 刘延飞与面前赤诚坦荡 无畏前行 得意时淡然 失意时坦然 低谷时候不卑微 高峰时候不轻飘 轻描淡写的说 浓墨重彩的作 如此优秀 如此通透 如此热烈 曾有人说王一博不会说话 不不不不 他只是从不说套话 更不说假话 你看他接午时后点评 眼瞼一该 妙语连珠 在专业领域闪闪发光 你看他出语赤诚 字字真诚 前几天生病请假两天 就各种妖风四起 他出来总结四个字 非常精彩 让多少人会心一笑 我就喜欢这样的小小哲学家 你已经如此努力 我怎能希望你继续努力 你已经如此优秀 我怎能希望你更加优秀 你已经如此通透 我怎能希望你更加通透 那么 26岁来临之际 希望王一博先生你平安喜乐 渐渐康康 在你奔赴人生的旅程中 自然也要跨越坎坷荆棘 其中是难细细讲 就当是过万重山迎千尺浪 少年义气不留遗憾 好在一路颇多馈赠 常有良师亦有同行 粉丝朋友支持 总有期盼 也收获满满 总说万物皆库慢慢长大 其实这句话还有后半句 那就是便利精彩 拥抱美好 做你自己就好 26岁的王一博先生 生日快乐